哈哈哈哈 Here's a lover to close your eyes 好 啊 啊 啊 死有能夠奈何結 雞前滿地陰是路 花間有路你不走 地右门 长城楼 一升 人氣指數兩升 恐怖指數兩升 傳聞指數四升 偏僻指數四升 有一條不知名的村 其實廣州市周邊的村 很多都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面的村 繁華程度都不亞於一些普通的市政 有人在村頭掛著一隻血淋淋的死貓 這個是一個詞咒 樹是全村的靈氣所在 不知為何自從掛了一隻貓之後 村裡面很多人都病 虐石無靈 村裡面的人將一隻死貓拿下來 情況反而更加惡劣 不單是病人沒有好轉 甚至很多人的衣物 鞋都會在晚上神秘失蹤 第二天就發現掛在樹上 在村旁邊的高中裡面 有一個學生見到這樣 就出頭說要解決這件事 經過他的作法 整條村的怪病一起消失 至於這條村 究竟具體在哪個位置 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九位 華南師範大學 血腥指數一升 人氣指數三升 恐怖指數四升 全民指數三升 全民指數三升 偏僻指數三升 在華南師範大學 有何花池方雲一說 這個傳言 經常有學生 在深夜何花池裡面 會看到一個 穿白色衣服的女子 輕功水上飄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害人 這個何花池位於桃園旁邊 現在不知道桃園還是不是在 但是以前是用來吃飯的 是飯堂 旁邊還有一間酒店 華斯西區的女生宿舍 曾經有人在廁所自殺 有學生在頭七回運夜的時候 聽到哭聲 甚至是這個自殺女生的室友 都感覺到他當晚是回來了 所以他們全部都大被蓋頭 不敢看出來 第二晚宿舍樓的全體宿舍 都在宿舍門口點香 華斯還有兩排瓦片屋 聽說這間瓦片屋都有靈異事件 這兩排瓦片屋極為偏僻 只有一個很小的門 可以通向這個瓦片屋的前縣 旁邊有一座關於研究生的小樓 有些華斯的畢業生 都不知道竟然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後來大學擴招 而且華斯招了很多自考生 所以就用來做學生宿舍 宿舍之間是用木板隔開的 有學生因為抑鬱而自殺 在頭七當晚的氣氛非常之詭異 後來至到半夜時份 大批的學生竟然半裸狂奔 領頭的就是這個自殺學生的宿舍 聽說在走廊的人重覆地說 你們都不幫我 他哭著 哭著 因為是木牆 所以隔音效果真的很差 大家都聽到 有大膽一點的學生就打開門來看 走廊到就好像有一團霧一樣的東西 是懂得動的 嚇到學生周圍落荒而逃 這就是華斯的故事 第八位 隔身路江邊古別墅 血腥指數一升 人氣指數兩升 恐怖指數四升 全民指數三升 偏僻指數四升 地址隔身路江邊 這棟樓的歷史應該可以追溯到民國期間 至今都有八九十年的歷史 在這座三層樓的別墅的外牆看上去 就好像一座古堡一樣 全民這裡做過日軍的軍營 到了四九年之後 因為近江邊 以前的碼頭也是附近 所以這裡後來 做了碼頭港口的辦公室 直至去到八十年代 這裡又成為了港口員工的宿舍 這裡二樓三層基本上都是木板建造 而且三樓已經穿了頂 每天都日曬雨淋 牆上面還有很多植物 顯得格外的潮濕 在這裡所有的窗都又長又窄 外牆又黑又粗造 看上去就令人毛骨悚熱 由於這間屋丟空了十幾年 而且那些窗全部都長期不見天日 這裡陰氣十足 十分之令人害怕 傳聞有一班人去完這間屋裡玩之後 有兩個人遇到不乾淨的東西 病了幾個月 後來去這間屋裡玩的人 都不其然地發生很多靈異的事件 甚至乎有一次有幾個人進去之後 第二天其中一個人 竟然失去了聯繫 連手機和QQ號碼都變成空號 永遠都沒有辦法再聯繫 以前因為這棟大樓 在碼頭倉庫的裡面 所以一直都很難發現 但是 現在這裡因為興建江邊馬路 這棟古別墅 又出現了在我們的眼前